欢迎各位观众朋友们,来每日新闻频道中华社论。 我是直播小叔,下面给大家最热和轰动全国的内容。 另外,在不同角度下,还有许多专家的分析和评价意见。 刚刚,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华春莹,在例行记者会上, 宣布中国政府针对美国执意将所谓香港人权与民主法案宣署成法的回应。 华春莹宣布的内容如下,日前,美方不顾中方坚决反对, 旨意将所谓香港人权与民主法案宣署成法, 这严重违反国际法和国际关系基本准则,严重干涉中国内政, 中方已就此表明坚决态度。 针对美方无理行为,中国政府决定自及日起暂停审批美军建基附港休整的申请, 同时对美国国家民主基金会,美国国际事务民主协会,美国国际共和研究所, 人权观察,自由之家等在香港修例风波中,表现恶劣的非政府组织实施制裁。 中方敦促美方纠正错误,停止任何插手香港事务,干涉中国内政的言行, 中方将根据形势发展,采取进一步必要行动,坚定捍卫香港稳定繁荣, 坚定捍卫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 记者会上,有记者提问,中方为何对美国有关非政府组织进行制裁? 华春莹回答,大量事实和证据表明,有关非政府组织通过各种方式, 支持反中乱港分子,极力教唆他们从事极端暴力犯罪行为,煽动港独分裂活动, 对当前香港乱局负有重大责任。这些组织理应受到制裁,必须付出应有代价。 虽然没有美国牛,但全世界能制裁美国的好像也只有我们了。 严正立场,果断措施。必须制裁,坚决支持。点赞。 终于看到来自中方的制裁了。支持中央,团结一致,立抗美帝。 举双手支持中央政府的反制措施,如果美国还一意孤行干涉香港事务,就要加大力度进行反击。 这些美狗组织理应受到制裁,必须付出应有代价。支持中央,团结一致,立抗美帝。 为中国点赞,为中国加油。你打你的原子弹,我打我的手榴弹。 应该禁止美驻香港领事馆的一切活动,驱逐美国那些分裂中国的人渣。 中国政府决定自即日起暂停审批美军舰机赴港修整的申请,同时对美国国家民主基金会, 美国国际事务民主协会,美国国际共和研究所, 人权观察,自由之家等在香港修例风波中,表现恶劣的非政府组织实施制裁。 正确。支持,终于开始向美国出手了。 支持外交部正确决定,坚决抵制外国势力,破坏香港的稳定,严惩暴徒。 经贸往来必须要建立在对等的基础上,坚决反对美国的霸权主义。 支持,祖国万岁。 关键是如何制裁,具体措施是什么? 我们非常需要礼尚往来,对美国不要客气,该强硬就要强硬。 把所有美国人赶出香港,不允许任何一个美国人进入香港。 一万个点赞,做好最坏打算,美国脚屎棍不可信。 美国国家民主基金会,美国国际事务民主协会,美国国际共和研究所,人权观察,自由之家,这些都是流氓团体。 甘对美国强硬,才会有胜利。 与天斗其乐无穷,与地斗其乐无穷,与美国鬼子斗其乐无穷。 冻结国内资金,禁止入境,取缔国内关联机构。 对美国相关提法案的一人也要制裁,相关企业,建议港府派飞虎队,去捣毁恐怖主义巢穴,还香港安宁与繁荣。 宣布他们是恐怖组织,将这些非政府组织,从香港连根拔起。 人不犯我,我不犯人。 人若犯我,我必犯人。 坚决支持中央对于美国的反制。 应该这样办,重选打一下。 不要以为中国好欺负。 中国政府迈出反制美国的第一步,有力的第一步。 强烈支持外交部的表态。 有个问题,怎么制裁相关非政府组织呢? 制裁的力度应该告诉国人,对待他们坚决不能心思手软,否则,不能起到惩戒作用,今后其他的组织也会效仿的。 无条件支持,可以说下制裁措施嘛。 太厉害了。 世界上只有美国制裁别国,现在英国轮回了,哈哈哈哈。 国家主权和尊严,不容易肆意豪侵犯。 坚决支持采取果断措施,给予反华势力必要打击。 为祖国的强大而自豪坚决打击一切纸老虎。 威武。 给国家点一个大大的赞。 同时还要对提交涉港法案的美国议员,进行限制入境等制裁, 任何国内国民企业,不得与其持有股权的企业进行合作。 做得好,大赞。 希望后续有更大的制裁措施,捅破纸老虎。 坚决支持国家采取行动,严惩或港国家和组织。 必须拿出更强有力的手段反击。 美国老爱好同龄法则,喜欢实力制衡, 所以,我国只要坚持机器化对待就好了。 做得好,这些人永远不得踏入中国半步中国人民团结一心, 聚集全国上下所有力量,加快经济、科技、国防建设, 硬实力变得足够强大。 坚决将美帝国主义者的航机, 抵御在中国水域线以外, 绝不允许在台湾海峡游荡。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 非常感谢您的收听。 麻烦点赞打阅和小铃铛, 我们会把热点的内容分享给大家。 如果有独到的见解, 请下方留言。 祝大家工作生活愉快。 我们下次再会。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